这是在日本的第一个清晨 感觉这里的日出比重庆要早许多 当窗外阳光洒进房间时 我们的手机还没有到响铃的时间 本想在堂堂 但在一锅他乡 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想法 想记录更多这里的细节信息 因为想法的驱使 我从被窝里出来 整理好自己 走出公寓 拥抱只要眼的晨曦之光 四月末的大阪 还没有进入夏季 清晨的凉风扑面 让我收紧了自己的衣领 时间是五点四十 街道上行人三三两两 他们大多穿戴整齐 男士基本是制服革履 看起来精神十足 这样的穿戴 不仅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 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同样讲究 可能这就是一种礼仪习惯 日本的街道大多是以方格修筑 所以四面可大 我沿着公路往一方行走 路边的店铺大多也没有营业 但日本街头的风格设计 和香港是非常详似的 他们同样有很多的灯箱招牌 放置在高楼的外部 看上去错落有致 很有层次感 特别是到了晚上 全部亮灯 这样的街道会让人感受到别样的温暖和惬意 路边的洗衣店 应该是24小时营业的 虽然没有人 但店门打开且灯火通明了 因为在日本 整个国家提倡环保育 所以在都市里面 这样的公用洗衣房还是比较多的 这种店的好处 第一对租房客来说很方便 第二节约资源 偶遇日本的信箱 和我们国内不同的是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不知道这是一个个案 还是统一式红色 但这种颜色还是比较醒目的 而且在我们国内这样的投递信箱 已经比较少见了 而在日本能看见如此怀旧的东西 也勾起了我这种80后的一丝丝回忆 行走每一个国家 我更喜欢深入到这样的街头项目 我深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 它不仅仅属于光鲜亮地 还有很多平易近人 这也是我选择旅行的意义 我想看到更多的真实 感触最实的的情感 走着走着 我来到附近的黑门市场 这是大阪中央区非常著名的市场 据悉历史已经有一百七十年了 这条近六百米长的卖场 有点像我们国内的食物 批发中心 市场供应各式各样的食材 比如豆腐 生鲜等都能在这里买到 而且这里还能够得一些其他地方买到的世界各地的调味品及烹饪作料 所以在这里 你会遇见烹饪高手 不乏有许多饭店厨师 也会在这里购物优 在黑门市场 有很多店同样能引起你的关注 因为他们的标志上都很自豪地写着他们的店历史 比如这家豆腐料理店 所谓豆腐料理 就是用豆腐为主料 做出各式各样的花式豆制品 比如我们常吃的豆筋酒之类的 也是他们家能出的产品 但这样的店铺能开多久呢 看看门楣上的标志吧 创业80年 也就是说 这家店落户黑门市场的时候 已经80年的历史 而如今呢 再看看门口贴着的创 192年 也就是说这家店在黑门市场 也有12年的历史了 一家豆制品店能存活92年 不管什么原因 你是否有为他们竖起拇指的冲动呢 在这家生鲜店门前 店员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天的摆设 看样子已经开始正常营业了 作为了解餐饮工作的我 我十分理解餐饮人的辛苦 在其他工种还没有开工前 餐饮人已经忙得如火如荼了 在大家开始正常一天工作时 餐饮人基本上已经忙碌了几个小时了 这和餐饮的性质有关 毕竟够火 加工 图理等工序 都是需要的客人还在休息时做好 只有这样当客人光顾时 我们才能够正常的应付 溜达一圈后 也该打到回府 此时的时间是凌晨六点 大阪 早安 图文均为老黄代 你去旅游原创 未经允许 不得到用